大家好,我是品柯,我是品景! 沒有意外的話這部影片應該是今天拍天天上 因為想要跟大家分享在現在這個櫻花沙漠的時期 到底哪裡可以看櫻花,哪裡是接下來可以去的 那我昨天也有上一部短影片,裡面有統整11個陽光陰雅陰的地點 對,就是偏小啦,那今天就是有走房一些稍微大一點 對,今年真的是好難喔! 但是我還是會努力想辦法讓大家看到櫻花的 然後我有出一本書叫做《東京櫻花自由行》裡面 有15個燃景級的櫻錢可以去的景點,希望大家支持起來 那其實這部影片已經拍到快要結束了 但是早上那個風真的太大,我沒有辦法錄開場 所以呢就,嗯,總之這部影片就帶大家走放 現在東京看得到櫻花的幾個地方 好,那我第一站呢來到了西路公園 這裡呢有陽光陰盛開 前一陣子在比較空窗期的時候 也有推薦大家來這邊看大寒陰 那現在呢是陽光陰要慢慢走向盛開 現在我拍的這裡呢是花礦比較好的地方 再往前面的話其實大概開兩層而已 但是接下來要來的朋友就不用擔心 因為只會越來越盛開而已 大家如果之前啊來大寒陰的時候 可能是從牛田站來的就是會經過這個橋 那過這個橋之後,右手邊就會是大寒陰 左手邊就會是陽光陰 剛剛超擔心的,因為我其實是從前面那邊來的 那邊的話啊,因為陽光陰的狀況就不是這麼好 要走到比較靠橋這裡,它才比較順開 但是如大家所見啊,今天是大藍田 大好的天氣 所以我想今天應該慢慢會開不少 到下午應該又會跟我現在所看到的景色有點不一樣 至於大寒陰的部分呢,就是如大家畫面所見 花已經剩非常少了 應該在一陣子葉子就會都長出來 所以呢,我們就先來看看左手邊的陽光陰 其實上一次我來拍大寒陰的時候也有走來這裡 我現在面向的方向,右手邊的話它其實就是種大寒陰 左手邊的話是陽光陰這樣 陽光陰其實不只這一區,繼續往前走也都有 陽光陰的花瓣啊,比較大片 看起來很年輕,很有活力的感覺 陌陌的還蠻多人的欸,而且感覺都是外國人 日本人沒有那麼多,大的消息都很靈通欸 大家看又是棕耳杯 還有再開心的吃花蜜了 不知道陽光陰,大寒陰,他們的花蜜味道有沒有不一樣呢 那這邊呢,右邊就是大寒陰,現在已經結束了 左邊呢就是陽光陰,接下來正要迎向盛開 繼續往前走啦,可以拍下陽光陰加晴空塔 這邊也是很不錯很不錯 這是大寒陰的現況 喔,竟然把花掉下來 可能因為花也是很脆弱了啦 所以一碰就是會掉下來 那越往晴空塔走呢,會發現它是花苞的狀況就比較多 來,晴空塔就在前面 那左手邊這裡是陽光陰 之後呢,大家可以從那個走道 從那邊,往晴空塔的方向拍 來,這些花苞未來都會是粉紅色的櫻花 那在欣賞這種櫻花的同時啊 也想要分享一下這個櫻花的故事 這個陽光陰啊,背後其實是有反戰的理念的 當初培育她的人,她原本是一個老師 她在二戰的時候,送了很多她的學生去戰爭 結果沒有想到很多學生都因此余命戰場 然後她就很自責 後來她就投入了櫻花的栽培 她就想要栽培出一種櫻花 能夠在各種地方綻放 嗯,可能有一點 就希望這些櫻花能夠在她學生踏上過的土地盛放 懷著這樣子的理念,她培育出了陽光陰 那這個陽光陰呢,也是一直有被寄證到很多的國家 其實每一種櫻花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故事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樣子的陽光陰如何呢? 好,那我現在呢大概要離開這裡了 接下來呢想要去上野公園看門口的支槌印 然後帶大家看一下她的那個燃鏡及夜音 應該都還是滑寶啦 但還是去尋一下讓大家知道現在的狀況 應該再過幾天這些櫻花就都會盛開 大家快來 在燃錦及夜音沒有盛開之前 陽光陰就是你的好朋友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大韓陰比較好吃耶 反而在大韓陰上面有很多的綠秀眼 為什麼呢? 陽光陰不好吃嗎? 這個滑板 天啊 太浪漫了 來從背面看的話 狀況就比較好一點 好,那我現在呢決定要去布軟池那邊看一下 哇,攤販已經擺出來了 很熱鬧 目前 櫻花沒開人就這麼多 好,這裡還有市集 感覺蠻好玩的就是 就算沒有櫻花看 也有一些可以深入日本東京都民生活的活動可以參加 燃錦及夜音都還是很堅強的花爆 那大家來上野公園賞音的時候要注意它是規定右側通行喔 不要走錯喔 好,那如大家所見 現在上野公園的燃錦及夜音就是完全沒有開 其實平常的話我是不會來的 因為東京就是沒有宣布開花 那這邊也絕對不會開 很多人會傳訊息問我說 木黑川開了嗎?千鳥院開了嗎?上野公園開了嗎? 其實不用到現場 至少東京沒有宣布開花的話 其他地方也不可能開 對,因為它就是同一個品種 然後它就算有差 真的也是差那麼一點點而已 所以不用就是在沒有宣布開花的時候 真的不會有哪個地方 它是燃錦及夜音缺盛開的 那我有分享很多不同品種的櫻花 像現在我有分享是一個 能夠看到櫻花的小景點 像是陽光陰、雅陰 那我的書中也有高遠小彼岸陰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 接下來可以去的支槌陰的景點 就是不同品種的櫻花 它是有機會能夠在燃錦及夜音 未盛開的時候去的 請大家在這個櫻花沙漠的時期 能夠多關注一下我的SNS 或者是購買我的書參考 因為只有它有開所以很有人氣 來來來這裡這裡 這裡還開得不錯呢 這個支槌系列的櫻花 那這個支槌陰呢 應該是在中支池還有下支池的中間 這支槌系列的櫻花 剛剛拍到鳥耶 剛剛那個不知道是不是蟻花啦 超級可愛的 而且其實有兩隻 但是我可能只有抓到一隻 那隻是什麼?好大一隻喔 好我現在呢在南口 南口下來之後呢 往右手邊這邊這一條路走 就可以到東鄉市了 大家我覺得我已經有看到花了耶 是不是就是前面那裡 東鄉市 感覺很不錯耶 感覺很讚 趕快去 喔感覺沒有滿開但是 還不錯 因為接下來大家來 只會越來越盛放而已 比較外面這一顆 它還更美 謝謝 對如同剛剛的伯伯說 裡面更漂亮喔 現在外面這裡是 還是含包待放的感覺 但是裡面那一顆的話 感覺比較偏盛開 有櫻花有櫻花喔 喔~~ 比較靠外面的支槌椅目前都還是含包待放 然後開了那麼一咪咪 但是裡面的這一顆 已經滿盛開了 漂亮漂亮 這裡應該有四大顆吧 四顆左右很巨大的支槌椅 之後大家來只會越來越盛開而已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我在我的書上面是有介紹洞香寺的 而且我也有提到說這個山門 它呢其實是一個很有名的導演 叫做黑澤民導演 它有一個作品叫做羅生門 那這個山門就是羅生門的一個圓形喔 目前呢就是這一顆最漂亮 雖然現在沒有盛開 但是有一點剪影的這種感覺也很不錯呢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這裡 接下來盛開的樣子 真的非常漂亮很推薦大家來 雖然這裡就是四顆之槌椅 但是因為每一顆都非常的壯觀 所以真的很有一關的價值 稍微遠了一點 但是因為它是比較早開的櫻花 而且同一個金王線上有好幾個地方可以一起去 所以我是很推薦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到了蘆花恆春園 現在我們在這裡 然後呢要去的地方是這裡 高原小彼岸 前面有一點點粉粉的 就是它 現在是還沒有盛開啦 但是今天天氣這麼好 應該明天的狀況會更好 哇大家看油菜花盛開耶 很漂亮了 可以來了啦 可以來了啦 這個景點啊我也有寫在我的書裡面 但是今年啊其實花比較多時間跟大家做諮詢才發現 其實各位還是比較把焦點放在燃景極野音上面 我其實稍微有一點難過 因為我自己出書的初衷是希望能夠讓大家在燃景極野音還不漂亮 或者是已經過花期的時候知道說可以去哪裡看映花 所以我很想推給大家的都是這些 就是非燃景極野音品種 然後同樣也很漂亮的這種小景點 對啊 因為上野公園、新樹芋園、千鳥園等等的 其實前人都已經分享得很透徹了 不過當然我可以理解啦 因為燃景極野音盛開起來是真的非常的漂亮 到處轉角都可以遇到花很震撼 很推薦大家櫻花季如果有獨對時間來的話 真的是非常的值得 只是真的有時候還是會遇到像今年這樣子的狀況 竟然真的是櫻花沙漠耶 但好在今天天氣很不錯 然後櫻花早開櫻花也開始要慢開了 拜託大家看了這部影片之後 不要再去看燃景極野音的花包了啦 真的是太難過了 我們趕快來看這個高原小彼岸的櫻花 那高原小彼岸其實是在一個高原的地方 不是很高很遠 是真的有一個地方叫做高原 然後那邊有個高原城 我之前去年的時候我有去朝聖 大家可以看一下 到真正的高原去看高原小彼岸 因為那個櫻花是那邊特產 然後其實這邊的櫻花也是從那邊寄證過來的 然後新樹車站東南口那邊也有兩棵還是三棵 也是高原丁寄證過來的 就是其實日本很多地方有特產的櫻花 那它會用櫻花去做交流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棒 高原小彼岸 那今天這部影片呢大概就到這裡 我呢也會繼續在我的臉書 Instagram還有YouTube跟大家分享現在東京的賞音情報 那當然我也會分享日本的旅遊資訊 很喜歡來日本玩的話記得要訂閱我喔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 希望大家都能夠看到漂亮的櫻花 好 掰掰 掰掰 可以 least一周